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胡人17人大名单北京时间12月2日,美国媒体Lake Show Live分析出洛杉矶胡人队还有三个软肋,他们认为胡人在修赛期的运作还没有结束,胡人队需要解决了这三个软肋之后才有最大的未免希望。 从表面上看胡人修赛期的运作满分,用了布朗詹姆斯的话说,我们的阵容变得更加年轻了,马克是前最佳防守球员,他很适合我们,丹尼,私有很强的得分能力,蒙特兹是上赛季的最佳第六人,他只有27岁,我认为我们有很大机会未免。 胡人修赛期,签下了最佳第六人哈雷尔,签下了德芬,后卫马修斯,签下了钱,DPOY马克加索尔,交易得到了麦金尼,施罗德。 美媒却认为这只胡人并不是无懈可击,胡人已经没有传统中锋了,这是一个很大的软肋。 马克加索尔,已经35岁了,而且运动能力不佳,他在篮下的终结能力很差,他更多参与高位,侧应于拉开空间。 哈雷尔是一位身高,只有2.01米的内线,他在季后赛中的防守,是巨大的必定。 胡人的麦基,与霍华德都离对,胡人的篮板球,防守,护框都下滑,胡人需要再牵下一位有不错防守能力,与护框能力的中锋。 就目前来看德维恩戴德盟,泰吉布森,是不错的选择。 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,就是替补习的组织者。 上赛季胡人先发中的组织者,是勒布朗詹姆斯。 第二阵容的组织者,是朗多,詹姆斯场均10.2次助攻,成为联盟助攻王。 但因为他,明年36岁,登场时间会下滑,而且胡人可以采取,附和管理老詹的戏份,会下滑。 在缺失了朗多,这位金牌传球手的基础上,一个施罗德无法弥补,胡人组织能力的下滑。 胡人需要,再增加一个组织者,内皮尔,沙奎尔哈里森,是不错的选择。 第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,是侧翼的防守能力。 胡人一下子走了两个侧翼防守者布拉德利,与丹尼格林。 要知道在复赛之前,布拉德利是胡人后场,防守的一道铁闸。 他跟卡鲁索,形成了胡人外线的屏障。 他的离队,让胡人防守硬实力,大幅度下滑。 虽然胡人,牵下了一个马修斯,但马修斯能否有丹尼格林的防守效果,还很难平定。 所以胡人需要,提罚一些新人,比如让塔伦霍顿,塔克这种年轻人,进入轮换。 他的防守天赋,很出色臂展,有2.165米。 他是胡人提升侧翼,防守的一个好选择。 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